隨著今年記憶體需求的一個復甦 大家也可以持續去觀察 記憶體相關的一個行情 當然整體來講量能稍微萎縮 但是表現並不太差 大家還是可以在農曆年前 追蹤外資買好的股票 幫自己搶賺一波農曆行情 提供大家做一個參考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是有本事 1萬775 檔檔 稍微看起1點而已 相關的該本事師 謝陳彥 為大家怎麼睡覺 今天當然大盤一開始的氣勢 並沒有很強 雖然昨天美股表現還不錯 不過今天到最後收盤的時候 大家會看到最後又回到了平盤附近 主要是量能 我覺得沒有跟上 那是不是跟再剩八格交易日 就要封關 大家追價的意願相對比較薄弱 有一些關係 但是我們仔細看 這幾天台幣的匯率 還是持續的一個走升 那代表這個外資的一個資金 還是持續的流入 那在外資持續看好台股的情況下 當然我們也可以去看一下 外資最近買超的股票 那也發現說 最近外資買超的股票 都落在比較強勢的 這些大型的一個成分股 那包括台積電 包括聯電 包括音業達 偽創等等 那確實是正統的外資歸隊 回來買進台股 那正統的外資回來買進台股 往往不是一個短線投機的一個操作 所以有可能 他們持續看好 農曆年後台股的行情 因此在農曆年前就積極的一個布局 而且目前布局的這些股票 不管是台積電 聯電 偽創 還是音業達 基本面都相當好 還有包括日月光 投控等等 所以我覺得雖然今天的量能相對比較弱 但是沒有明顯的漲幅 大家不要太過擔心 那盤面上也有主流 像這個AI PIN 所帶動的 不管是 這個像維基電的 或者是這個 包括這個聲音 喇叭 這些 都會帶動 這個新的 這個產品的商機 所以今天看到 像鈴聲 像陽明光 股價也被帶動上來 當然AI所帶動的 這個產業發展 是我們今年要觀察的一個主流 這當中 尤其是記憶體的一個需求 大幅度的提升 所以從之前 南亞科法說就已經提到 低潤價格的止跌 今年有機會 反彈延續一整年 所以隨著今年 記憶體需求的一個復甦 大家也可以持續去觀察 記憶體相關的一個行情 當然整體來講 量能稍微萎縮 但是表現並不太差 大家還是可以在農曆年前 追蹤外資買好的股票 幫自己搶賺一波農曆行情 提供大家做一個參考 最高!!" 以上